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时时入扣 时时入扣 新年发财 马年奔腾 万万一马当仙 哪家长早 我真是马不停蹄啊 这一年来 每个礼拜在这跟大家 天心相会 有你这只帅马来 今天是星期三嘛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 这个是 封关前最后一 没有我们明天 其实特别节目还在了 只是七到八的时候 我们改成特别节目 所以呢 今天是你要跟大家拜年 然后下个礼拜呢 你要给大家发红包 也行 好 快 拜年 祝大家今万马奔腾 马年吉祥 对 然后呢 马屁拍得好 不要拍到马腿上了 马总统万岁 他在国外 他今天明天才回来 我讲好像没什么用 但是空姐讲 他就很高兴 那一节新闻真是 因为周北齐不在旁边 那个欧巴马在那边乱拍 跟那个丹麦性感女总理乱自拍 被瞪了要死 没错 回去跟蜜雪 因为夫人不在旁边 夫人在旁边 我看他会被把头给他压到那个椅子下面 通常都会说 呃 园外别这样 夫人会看不到 我觉得真的是不错 耶 这个华航真的是蛮好的 那本来可能华航应该做兔女郎的那个表现 只是后来改了而已了 好啦 我们今天的主题很很精彩 是啊 嗯 来 这个加上透过他 我的偶像 这个非常远大的人脉 没有啦 强烈的人际关系 我们只是一个屌尸 大家应该知道屌尸 就是小小的粉丝 那就是微博上的那些骂我的人 是啊 是啊 好 来我们那个今天要特别节目介绍的就是 陈兰淑女士啊 没错 真的啊 真的啊 她已经在线上了 总算可以找到她 来 来兰淑你咋 你好 早安 呀你好漂亮 我听你声音都好高兴 好优雅的 嗯 谢谢谢谢 在我们的这个 嗯 新年的啊 这个时时入扣的这个 封关的压轴节目里面呢 我们请到的是兰淑啊 那 那也是 呃美丽的女主厨 哎现在加昌那个 你先帮我们跟兰淑对话一下吧 好啊 你不要紧张的 你好像高兴的要命那样子 我看到他本人的时候也是很兴奋 兰淑早 我是加昌 你好 早安 你现在在哪里啊 我现在在家里 在家里 对 过年你们是休息的吗 我们是除夕跟大年初一都休息 哦 耶 那这个 你得到那个 最最好的 得到那个 最佳女主厨 最佳女主厨奖的时候啊 这个 一直到现在 嗯 感受如何 对你的专业哦 他 所造成的 冲击对你个人来讲 跟你的事业来讲 你要不要跟我们稍微的来聊一聊 其实因为我们在第一时间接到消息的时候 我自己当然是非常非常开心 啊 那我大概兴奋的那个状态大概维持一天吧 为什么 然后因为其实它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一个奖项对我来讲 因为它是一个算是非常因为它是有各个不同的不是只有美食家 它其实还有各个不同的餐厅主厨或者是甚至对于可能美食来讲 它是属于很有专业性跟权威性的 嗯 然后接下来一直到到现在大概已经十几天了吧 啊 我觉得一直处于一个我觉得是很有趣的是大家都一直恭喜我 然后我看到大家这么开心 嗯 我觉得那种感动跟那种就是有一点因为为他们的开心而感到骄傲的感觉 嗯 我觉得是更特别的 对 其实不是奖项本身了 嗯 对 不是这位蓝书我们现在访问的是这个呃蓝牧啊餐厅的主厨啊 他还是主厨啊 你不是也是老板娘吗 呃 主厨比较专业 乐木乐木在台中有个餐厅 在台北 然后在台北的东西街有乐木丝厨对不对 木是木呃 嗯 嗯 是呃 发发语的啊 就是在在像木桶里面要发酵成美酒的葡萄汁 哇 那个是最精华之所在 有无限的可能性 嗯 但刚才这个蓝书特别提到你说这个评审因为他们是专业人士 他们不是像我们这种 我是这个low card的这个吃的人 哈哈哈 那你加上是 a card吃的这个美食达人 那这些专业人士对你的肯定当然呃更呃宝贝哦 那嗯 其实过去你一定经过一段奋斗的日子对不对 那你要不要来跟我们谈一下你怎么样熬成今天呢 我因为是大概十年前开始踏入这个行业 我之前是完全不是这个领域的人 因为我之前是念外文系 然后其实我是大学毕业之后 我才到法国去念甜点 然后后来念改成烹饪 然后也都在国外 可能在各个餐厅实习工作之后 我回来台湾 之后我那时候一回来台湾 我就开了这间餐厅 我们是2008年底开的 一直到现在 所以其实我的 就是在这一个领域里面 我有一半的时间 其实就是在 就是已经开了餐厅这件事情上 在努力的 所以其实我等于是 我开业其实就在 就是作为一个储处这个方向去做的 所以对我来讲 可能花的时间 我觉得可能一开始学习 因为很多人问我说 是不是很辛苦啊 然后是不是有很多的辛苦 干苦谈在国外 可是我自己是觉得 学习对我来讲 一直都非常的 我觉得都不是问题 而且对我来讲也不累 反而其实是回来台湾之后 真的自己开店 然后自己带了团队之后 才是真正辛苦的开始吧 你是为了兴趣 你是台大外文系 是 台大外文系我们都考不上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 漂亮的女生 其实需要更努力 才会让人家注意到 她所呈现出来的东西 不然常常很容易会被 美丽的外表所 所误会 失焦 那我觉得兰叔在这几年的努力 大家是有目共睹 特别是在我们台中 看到这样子地标型的建筑物 出现的时候 而且她最大的特色是 她每45天就换一次菜单 这是国际一线 就是一流米其林三星的餐厅 说不定都做不到的服务 但是兰叔愿意为台湾的 这些食客们做了 这么努力的变化 因为这对于厨房来讲 是很大的挑战 通常外国的餐厅 很多都是一季更换一次菜单 对 但是他们选择45天 一季是90天 对 就换了 等于是一年就换了六次 哇 这个很困难 不光是六次 就是上半年就六次 下半年就 这是很很非常非常 让我觉得 这个兰叔真的是 提供台湾 一个非常不同的饮食饗宴 而且最特殊的是 他选择了相当多 台湾的食材 在这部分 我们可以请兰叔 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用这种法式厨艺的 这种精细度 那又来挑出台湾 道地的食材 怎么样去激发出 让大家更欣赏的火花 好 兰叔你不要挂上电话 这个我们在台北 曾经也介绍过 我们的这个台北的甜点 有一家店 那它是这个台语叫做 菜党昂 那它是把台湾的蔬果 水果 水果 然后入菜做法式的点心 好好吃 好好吃 真的好好吃 那乐目在台中 其实陈兰叔小姐得奖之前 就已经很有口碑了 对不对 那现在专业再来肯定之后 对兰叔来讲是挑战 是压力 也是竞争的动力 那为什么你要做到这个 呃 换菜单这么快 而且你们的餐厅到底哈 这个怎么样把在地食材结合 等一下请兰叔稍微透露一点秘诀吧 好不好 请你休息一下 我们今天介绍的是乐目餐厅在台中 它在台北叫做乐目小私厨 在东西街 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法式餐厅 美丽的主厨也是负责人 叫陈兰叔小姐 在前阵子得奖 我们好不容易 今天她比较这个有时间了 这个透过家常来跟她做一个电话连线的访谈 那有志者试镜成所有的想跟兰叔一样 在饮食界 在美食界 在这个食品 这个艺术里面发扬光大的 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例子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来这个我们请这个 家昌跟这个陈兰叔小姐两位 在我们的时时入扣的 这个过年之前的压轴的节目当中 来谈一谈 那个陈兰叔小姐最大的特色 是她这个专业学习 她还有非常好的这个学历的背景 台大的外文系 那语言上面有优势 那我请教你 你来到台 在台湾那个开法式餐厅 本来就已经非常的艰苦 因为竞争者很多嘛 对不对 兰叔 那家昌这个注意到了 而且大家也注意到 你把台湾的食材 用法式的金字的这个烹调手法 来这个制作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发想 最后中间完成你的这个目标 应该很困难吧 有很多的艰困要克服 其实这个是一个循序监禁的过程 因为我刚回来台湾的时候 其实我也是 就是大部分使用都是法国 或者是美国的食材 因为对我来讲是 因为我从一开始学习就在法国 所以用国外的食材对我来讲很容易的 那回来台湾之后呢 因为后来到一年之后 两年之后呢 发现台湾能够取得这些食材的新鲜度都有限 然后反而台湾自己本身的一些特殊性 其实能够 我觉得很能够应用在法式料理里面 因为其实台湾的食材有很多 在特色上 其实有时候用法式的做法是有点难表现 但是在一些特殊的一些 比如说有香气的 像当归 或者是甚至是我们现在常常会使用的雪菜 它这样子特殊的东西 其实转换一个方式之后 对 可以有一个蛮特殊的表现 它会让我们的菜呢 跟我在法国所做的料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就发现其实这样子的东西 那它还是法国菜吗 它还是 因为我觉得法国料理 因为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什么是法国料理 对 因为法国料理其实是包含在所有的做法 所有酱汁的做法 所有这个肉的烤法 很多东西的累积 跟整个盘子里面的搭配 可是它都是有法式料理的基础在的时候 它才会叫法式料理 它的思考逻辑必须要是一个 法国料理的一个基础 所以食用的食材 我觉得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我们当然在一个盘子里面的一个亮点 可能是一个最主要我们想要表现的一个台湾的食材特色 它不会都是 可能一个食材 一个盘子里面如果有五种主要食材 在互相搭配的话 可能就一个 是我想要表现的那个特色 对 所以像现在我们有一道菜是乳哥 我们外面是用 我们自己在发酵的那个霉干菜 我们自己吃菜干的 我上礼拜吃到了 好吃吗 配卷好吃 好 很有特色 你说酱是用霉干菜啊 外面 外面 包覆起来 用霉干菜把它包起来啊 对 因为包着乳哥跟里面是用黑松露炒薏仁 整个包起来 所以它会很特殊的一个大地的土壤的味道 去消质 对 真正的野味 所以把乳哥的肚子这个塞这个 薏仁跟黑松露 然后外面用霉干菜包起来 没错 它会不会跟那个霉干那个什么什么肉一样的味道 还没有煤干菜扣漏嘛 对 因为我一开始的发想就是有一点这样子的味道 可是呢 因为我们那是我们自己发酵的菜 然后我们自己晒干的 所以它的味道是很新鲜的味道 对 不是那种比较臣服 而是那种很 呃 虽然是 也味很重 就是你很像 闭着眼睛就是回到黑森林的那种感觉 但是是在西头 不是在法国 就对了 那个感觉很微妙 那个煤干菜也是可以吃的 是啊 他们自己很辛苦的那种 而且最有特色在热幕 你吃到的每一道菜都像艺术品一样 哦 摆盘都很漂亮 那主厨都是艺术品哦 就是不光是肚子吃饱而已 你的眼睛跟整个 就是整个视觉的饗宴 因为热幕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漂亮 像白色城堡一样的氛围 里面是凡尔赛宫式的那种宫廷式的感觉 那但是整个每一个的这个装盘上桌的时候 你都会先舍不得吃 那当然当然还是要趁热吃啊 拍完照赶快吃吧 是哦 那兰叔我请教你 你走的其实是一个比较高价的价位的餐厅 对不对 那其实你推广的不是价格吗 那但是要从这个价格 然后来维持某种价值跟意念 还有某种这个水准呢 其实它的过程也蛮艰难的 特别很多人都会开这种餐厅在101啊 或者是在华纳这个威秀旁边的信义计划区啊 那你怎么会在台中来发机呢 其实当时是因为呢 觉得我这样子的一个餐厅提供了一个氛围 它必须要是在一个独动 而且是一个有宽敞的空间的地方 才能够表现出来那种法式的一个 就是比较慵懒的感觉 OK所以当时选在台中 你是找了这个腹地环境 自己研究了半天之后才发觉 那个台中才可以有一个独动的一个餐厅 然后来这个展示你的厨艺 其实在台北真的是比较辛苦一点 对空间比较小 而且竞争也很激烈 当时我是希望能够好好的 把我自己想要做的 梦想中的一个厨房跟餐厅 把它做好 所以那时候选在台中 那因为其实当然 我们这样的价位 其实真的是一个必然的后果 必然的结果 因为我们所用的器具也好 我们所打造的环境 跟我们所提供的服务 其实我们每一个环节 所花费的人力跟心力其实非常多 因为像我们现在厨房 总共有连包挂我 现在大概25位 最多人的时候有到28位的 因为还包含面包的师傅 所以对我面包都是自己做 所以对等一下你再介绍一下 你的面包店不是也快开了吗 是的 在商业要开了 从高雄大家有好吃面包 台中人终于有了 叫胡市长跟林佳龙 两位都去给你那个开幕剪裁 对不起你继续 你这意思就是说 你本来成本就很高 对不对 你维持这个成本 对因为其实每一个细节 我们像每一年都需要更换 我们的餐具跟我们的餐盘 真的 对因为其实当然会有一些破损了 再来因为其实我们每一年 创作都会有一点变化 所以我都会希望增加一点新的餐盘 所以那也是一个很 因为我们都是跟国外的手工的 服器配合的 所以像他们的制作的成本都很高 所以其实每一次我们在做 就是新的菜单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思考一下 怎么样让它更好更美 那其实这样子的成本 都是无形的一直叠上去的 你的那个餐厅的那个 那些餐盘要换的时候 要二手拍卖的时候 都是我们的餐盘 应该非常划的来 其实是很美的 那我想这个家昌 你用这个一分钟来 谈一下 就是跟其他的那些 比方我们到这个 香港四季 那一个 那家非常知名的米其林 那个很难订 都要半年以前订 那比方你去过丹麦 哥本哈根 对哥本哈根 我上个礼拜去新加坡 还去Andre江振臣的餐厅 他们怎么比 这个其实我想真的 有时候这个立足条件不太一样 但是我相信那样子的热情 我们在每一个这样子成功的厨师身上 都看得见 特别蓝书不容易的是 在台湾这样子对于餐饮 愿意付高价的这个情况 比较齐罚的这个环境下 还做这样的坚持 是超过我们的想象 因为其实从热幕的一开始 就是台湾餐饮界的盛世 但是从08年到现在 其实你会看到 他一路以来的坚持 而且他其实是随着大环境 有做一些真正的一些调整 但是是正向的调整 是真的很不简单 就江振臣在新加坡 远在新加坡 我们如果要吃那个四季 那还要半年铁订 热幕我们坐高铁 这个还蛮快的 现在很多两天一夜 或三天两夜的行程 大家都会把其中一餐 放在热幕啊 去好好享受一下 哇 恭喜这个蓝书 你的那个面包的店 是离这个热幕三天近吗 还是在其他地方 在台中 街的对面 街对面 哇 要吃到你们的这个面包 有什么其他特色 我们将来在节目里面 再来介绍好不好 今天时间已经这个到了 那非常恭喜你蓝书 未来一年 你的这个餐饮更发扬光大了 谢谢 谢谢蓝书小姐